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 我们非常的感谢神带领我们今天早上一同的敬拜 这是上帝何等大的恩典,我们一同的来祷告 是着天父上帝,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要来学习你的话语 我们需要你的圣灵亲自教导我们你的话语 我们需要你的圣灵亲自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里面 让我们的生命因你的话语而得着改变 谢谢你天父上帝,你要亲自教导我们 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 我们的人生总是充满着种种的决定 从小到大,我们都要做不同的决定 打个比方,当你读到初中三的时候 你就要决定高中一的时候要读什么科系 要读理科,文科,还是商科 当你读到高中三或者奉系的时候 你就要决定你将来大学要读什么 当你进入社会的时候 您就要决定你的工作要做什么 你的职业要做什么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 这就是我们的人生要做种种的决定 当你到逝婚年龄的时候 你就要决定你要处的对象是谁 你就要决定你要结婚的对象是谁 当你踏入婚姻的时候 又是一个新的人生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 这就是我们的人生 我们的人生总是要做种种各样各式的决定 有些决定是小的 打个比方 正如你现在听着我讲道 可能你在想等下听道好之后 崇拜好之后要吃些什么 这个就比较小的决定 因为做错决定也没什么 只是口味不同 只是那个感觉不同 当然你不小心吃错东西 可能就要泻肚子啦 所以这个就是比较小的决定 比如今天要穿什么衣服 要梳怎样的发型 这些都是比较小的决定 当然有时候也会影响到 打个比方 如果你是去面试的话 你穿什么样的衣服 梳怎样的发型 给人怎样的感觉 当然这个就比较重要 所以有些决定虽然是小 但影响很大 有些决定小 但是影响也不大 所以每一个决定都不一样 有的决定是小 影响很大 有的决定是小 影响不大 有的决定是很大 会决定你的将来是怎么样 决定你的人生是怎么样的 一个人生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这就是我们的人生 今天我们要来看的就是 你的人生 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而这个决定将会决定 你的人生是怎么样的 我们今天要看的是 你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而这个决定会决定你的人生是怎么样的 今天我们所要看到的经文 将会告诉我们有两种人生 而这两种人生 哪一种是属于你的 就要看你所做的决定 你所做的决定就会影响到你 你将来的人生是怎么样的 不但如此 也会影响到 也会决定你 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所要去的地方是哪里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要专心的听 我们要看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是在哪里呢 这段经文是在 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节到第十四节 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节到第十四节 我们先来看第一种人生是怎么样的 第一种人生就记载在 加拉太书三章十到十二节 加拉太书三章十到十二节 我读给你们听 凡以行律法为本的 都是被咒诅的 因为经上记者 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 就被咒诅 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上帝面前称义 这是明显的 因为经上说 一人必因信得生 律法永不本乎信 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第一种人生 第一种人生是怎么样的人生呢 第一种人生是受咒诅的人生 我们华人有一种观念 就是当我们的人生过得不如意的时候 很多事情都不顺的时候 很多事情都失败的时候 我们就以那种观念 到底我的人生是不是受到咒诅 其实这个观念不单单是华人而已 不同种族的人 在任何的地方 你都会发现到 也都有这种观念 咒诅的观念 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说 当我们人生是在咒诅的之下 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生呢 这个人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生呢 我们先来看咒诅 咒诅这个词呢 它在原文希腊文是Katara Katara的意思是什么呢 Katara的意思是被咒诅的状态 与咒诅有关的后果 和相关的惩罚 也就是说 当一个人在咒诅之下呢 这里所指的就是 他的人生是被咒诅的状态 与咒诅相关的后果 和相关的惩罚 简单的来说呢 当一个人活在咒诅之下呢 也就是说 他的人生是在承担 咒诅所带来的后果 也在承担咒诅所带来的惩罚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一个人会活在咒诅之下呢 为什么当我们华人有时候 经历不顺的时候 或者做什么事情都不顺利 做什么事情都失败的时候 我们会想到 我们是不是活在咒诅之下 那为什么一个人会活在咒诅之下呢 这里有告诉我们原因 为什么一个人是活在咒诅之下 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节 凡以行律法为本的 都是被咒诅的 因为经上记者 凡不常照律法书上 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 就被咒诅 这里说什么呢 凡以行律法为本的 都是被咒诅的 因为经上记者 凡不常照律法书上 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 就被咒诅 这里讲得很清楚 当我们靠着律法的时候呢 我们就在咒诅之下 为什么说靠着律法 会在咒诅之下呢 不是行律法是一件 很好的事情吗 没错 我们都觉得说 当我们能够做到律法的要求 那是一件很美的事情 因为律法是从上帝来的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律法的要求 那是一件多么美的事情 可是问题是 这里讲得很清楚 你要做到律法的要求 只有当你做到律法的要求呢 律法之下的祝福才是你的 只有当你做到律法的要求 律法之下的祝福才是你的 但是律法的要求是什么呢 有的人说 只要我多做一点善事 我就达到律法的要求 只要我多说一些 鼓励人的话 我就做到律法的要求 只要我奉献多一点 我就做到律法的要求 只要我对人好一些 我就做到律法的要求 没错 你讲的这些呢 只是做到律法部分的要求 因为按照律法的原则呢 你要怎么做才做到律法的要求呢 我们再来看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节 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 因为经上记者 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 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 这里说什么呢 要常常时时刻刻照着律法书上所记 一切 所有一切 只有做到这一点 你才能够算是做到律法的要求 可能你说 我做了这么多善事 可是你在每一样事情上都诚实吗 你所做的每一样事情上 你都没有说谎过吗 你所做的每一样事情上 都没有占过人平你吗 可能你会说 我是好好先生 你看我对每一个人都很好 难道你心里面从来没有恨一些人吗 难道你真的对每一个人都这么好吗 你有没有一些人是你连想见他都不想见的 各位弟兄姐妹 只要你心里面还有这些恨 只要你有不诚实的时候 管你做多少律法的要求 管你达到多少律法的要求 你就是没有做到一切之事 律法所有的要求 一切的要求 你都要达到 哇 那个才叫做做到律法的要求 从这里你就会看到 到底谁能够做到 我记得我以前被一个教导所影响 这个教导就是告诉我说 只要你遵守律法 神就一定祝福你 我就发现到 怎么我一直遵守呢 当然神还是有祝福 但是我发现到我的人生当中 还是有很多受咒诅的地方 我明明已经想尽办法靠着律法 得到上帝的祝福 当然某一些方面我还是有经历祝福 但是很长的时候我也看到有一些咒诅 到底问题错在哪里呢 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我错在哪里 当我想要靠着律法 得到上帝的祝福的时候 那我的结局只有活在咒诅之下 因为我怎么做都不可能做到100% 我怎么做都不可能做到 遵行所有一切 而且是时时刻刻 每一分每一秒 你都要做到 如果你没有做到这一点的话呢 管我们做得再好 我们都不能做到律法的要求啊 这就是这段经文的教导 当我们靠着行律法的时候 就如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一节 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上帝面前称义 这是明显的 因为经上说 一人必因信得生 十二节 律法永不本乎信 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 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 因为律法的要求是十全十美 100%每一条都要做到 那个才叫做达到他的要求 当你做到这个标准的时候 当你真的遵行一切的律法 没有犯任何一条的时候 你才有资格在神的面前说 看我已经做到了 你可以祝福我了 只有当你做到这一点才可以 但是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的话呢 正如我一样的 我发现了我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我就知道说 如果我要靠律法的话 我就远远在咒诅之下 所以你会看到为什么 我们华人或者其他种族有时候 会觉得我们活在咒诅之下 因为我们也没有做到律法的要求 虽然那时候你还不知道 这些犹太人的律法 但是呢 这个律法是运用给全世界的 就算你不知道 你没有做到 你就是活在咒诅之下 你没有单单只相信 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 你还继续拜偶像 你还继续犯那个实戒 还犯其他的律法 只要你没有做到这些律法 就算你不知道有这些律法 但是只要你没有做到 就是在咒诅之下 所以可以看得很清楚 全世界的人都在咒诅之下 不管你懂不懂 知不知道这套上帝的律法 不管你知不知道 只要你没有做到 就是在咒诅之下 所以我们知道 全世界的人 每一个人都在咒诅之下 因为没有一个人 能够做到十全十美 没有一个人 能够做到每一分 每一秒 我都在遵守 所有一切的律法 没有一个人做得到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就算你不做选择 你跟我之前是一样的 就算你不做选择 我们都在这个咒诅之下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可能你一开始就会听 这个牧师说要做选择 我偏不要选择又怎么样 但是各位弟兄姐妹 你就算不选择 也是一个选择 当你不做任何的选择的时候 我们就远远在这个 咒诅之下 在这个咒诅里面 因为我们在这律法之下 圣经讲得很清楚 我们靠着律法 就是靠着自己 靠着自己是没有办法 诚意的 难道我们的人生就这么绝望吗 要远远活在咒诅之下吗 不是的 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一条道路 只要你选择这条道路 你就能够进入祝福里面 这条道路是什么呢 还记得耶稣说吗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这条道路就是耶稣基督了 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三章 十三节十四节 加拉太书第三章 十三节十四节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 就数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因为经上记者 凡挂在木头上的 都是被咒诅的 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 因基督耶稣可以领到外邦人 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 我们再来看一次 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到十四节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 就数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因为经上记者 凡挂在木头上的 都是被咒诅的 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 因基督耶稣可以领到外邦人 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 这里讲得很清楚 耶稣基督就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道路 当你选择耶稣基督的时候 您就能够脱离咒诅 进入祝福里面 为什么呢 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 第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 只有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 在这个世上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不但是神 他也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 全世界古今中外 只有一个人是完全的 那就是耶稣基督 只有耶稣基督 从来没有犯任何的律法 只有耶稣基督 每一分每一秒 做到律法 所有一切的要求 只有耶稣基督 每一时每一刻 遵行所有的律法 一条都没有犯 只有耶稣基督 能够做到这么完全的地步 所以你靠着耶稣基督 你就能够进入祝福里面了 本来我自己做不到 你也做不到 我们是注定在咒诅里面 将来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是注定灭亡的 但是有一个人 正确地来说 他是神也是人 就是耶稣基督 他做到了 现在你可以靠着耶稣基督 来到神的面前 因为当你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 上帝看到的不是你 上帝看到的是耶稣基督 不但如此 圣经也告诉我们说 耶稣基督代替我们 承受了一切的咒诅 各位弟兄姐妹 没有错 我们在咒诅之下 当我们在律法之下 我们就在咒诅之下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做不到律法的要求 所以问题不是律法 问题是我们 我们做不到律法的要求 当我们做不到律法的要求的时候 这就叫做罪 因为罪 我们就活在咒诅之下 我们活在惩罚之下 然后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呢 耶稣基督代替我们 耶稣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 就是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因为经上记着 凡挂在木头上的 都是被咒诅的 凡挂在木头上的 都是被咒诅的 耶稣基督挂在木头上 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就是被咒诅的 为了我们被咒诅 我们一切的咒诅都在耶稣的身上 所有的咒诅都在祂的身上 一切的惩罚 一切的罪 上帝一切的愤怒 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因为耶稣基督 我们不在咒诅之下了 咒诅全部 他担当了 惩罚 他担当了 神的愤怒 他担当了 结果 耶稣基督的公义 领到我们身上 耶稣基督的祝福 领到我们身上 上帝的恩宠喜悦 领到我们身上 因这 耶稣基督 所以第三章十四节 讲得很清楚 这便叫 亚伯拉罕的福 因基督耶稣 可以领到外班人 就是你跟我这些 不是以色列人 是我们应信得着 所应许的圣灵 因为耶稣基督 这两个很重要的重点 第一个重点 因为耶稣基督 做到律法一切的要求 他是唯一一个 做到律法一切的要求 他是完全的 所以我们可以靠着他 进入上帝的祝福里面 我们可以靠着他 成为完全 成为公义 因为耶稣基督 是完全的 只有他做到 律法一切的要求 还有第二个 很重要的重点 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 为你为我 成了咒诅 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 为你为我 受了咒诅 他担担了 一切的咒诅 他承担了 一切的咒诅 我们的咒诅 全部临到 他的身上 我们的罪 也全部 他帮我们担担 一切的惩罚 他也帮我们担担 所以从那一刻 开始 当你相信 耶稣基督 的时候 您就不再有 任何的 咒诅了 我在说 您就不再有 任何的 咒诅了 当你相信 耶稣基督 那一刻 您就不再有 任何的 咒诅了 相反的 你是在 祝福里面 这里讲得很清楚 我们是在 亚伯拉罕的 祝福里面 亚伯拉罕的 祝福 有两方面 第一方面 你看旧约圣经 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 亚伯拉罕的 祝福 就是在你的 人生当中 在你的各个层面 你都能够经历 神的祝福 你的生命 你的健康 你的家庭 你的财务 各个方面 都可以经历 神的祝福 正如亚伯拉罕一样 甚至成为 别人的祝福 还有第二个层面 亚伯拉罕的 后裔 指的就是 耶稣基督 指的就是 永远的生命 当你相信 耶稣基督的时候 你就有这个 远远的生命 你就有这个 远远的生命 不但在今生会 经历丰盛 来生 就是离开 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圣经也 也是有讲来世 也是有讲来生 但是这个来世 来生 不是你想的轮回 不要误会 我知道因为 这个词太常 给佛教用了 所以我们就一直 一听到来生 来世 就想到轮回 不是的 圣经里面有讲 来生 来世 但是它指的就是 当我们离开 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会去到什么地方 那就是你的来生 你会去到天堂 远远与上帝在一起 进入这福混里面呢 还是在另外一个地方 远远受苦呢 这就看你现在的决定了 所以当你相信 耶稣基督的时候 你就进入这个亚伯罕的祝福 在你的人生当中 每一个层面 你都能够经历祝福 祝福的原文是什么呢 祝福的原文是 Elogia Elogia的意思是什么呢 为促进 接受者的生计 而给予的礼物 尤其是伴随着 给予者喜乐慷慨的特点 简单的来说 Elogia这个祝福 就是使你的人生 可以过得更好的礼物 让你的人生可以过得更好的礼物 而这个祝福完全是出于 给予者 就是上帝喜乐慷慨的给你 不是因为你有多好 祂给你 而是这位上帝 祂有多爱你 祂用意给你 所以当你相信 耶稣基督的时候 你就在这个祝福里面 这个祝福不但是讲 将来远远的生命 也讲你在今生 可以经历到 上帝各方面的祝福 让你的人生各个层面 能够不断地突破 结满国旨 这就是亚伯拉罕的祝福 当然他也指将来远远的祝福 当你信耶稣之后呢 将来有一天 我们都要离开这个世界 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因为信耶稣 我们就会进入远远的祝福里面 进入天堂 跟上帝远远在一起 是一个满有祝福 满有喜乐 没有任何病痛 没有任何苦难的地方 这就是永远的祝福 而且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圣体怎么说呢 你要得着所应许的圣灵 这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情 你每一天的人生当中 从现在开始 在你每一天的人生中 不要自己贸贸然做决定 每一次做决定的时候 问一问 住在你里面的圣灵 让祂教导你 你就会很惊讶 你就会发现到 你做的决定 是大有智慧的 因为圣灵能够看透万事 不管那个决定 是你要损什么科系 或者你将来要做什么工 或者那个投资可不可以做 或者这个生意可不可以投资 可不可以去做这个生意 不管做任何的决定 都来问你的圣灵 我们基督徒很常 把圣灵关在教堂里面 只有崇拜的时候 敬拜的时候 我们才来寻求圣灵 平常做的任何决定 我们很少去问圣灵 从现在开始养成一个习惯 每一次做任何的决定 都来到上帝的面前 问天父上帝说 天父 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 你的圣灵来指导我 做正确的决定 我现在要做这一个决定了 你的圣灵教导我 怎么样做一个正确的决定 我要听你的话 当你这么做的时候 你就会经历到你的人生 活在上帝的祝福里面 有时候基督徒信了耶稣 规定真的活在祝福里面 有几个因素 其中一个因素就是 可能跟我过去一样 我以为信了耶稣之后 我还要靠守律法 才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 直到有一天神告诉我说 你做不到的 因为按照律法的要求 你要做到十存时 才能够得到我的祝福 所以我才赐下耶稣基督 让你靠着耶稣基督 进入我的祝福里面 所以有些基督徒信了耶稣 还没有在祝福里面 其中一个原因是 他们还在想靠律法 简单来说 靠律法的人就是骄傲 就是靠自己 因为当我靠着律法做的时候 我可以在台上很骄傲地说 上帝祝福我 因为我做得多好 上帝祝福我 因为我有多虔诚 上帝祝福我 因为我有多伟生 我们有时候还想靠着律法 最主要的原因是 还有一些部分可以夸口的 直到有一天神就告诉我 我要让你看到一点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算我怎么祝福你 你都不能在台上夸口 因为一切都是因为耶稣基督 你永远做不到律法的要求 是因为耶稣基督 我才祝福你 所以第一点 很多的基督徒 还没有活在祝福里面 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他们还要靠自己 还要靠律法 看过去很虔诚 但其实是要夸口自己有多好 这是很可悲的 我们只能够靠耶稣 一切的祝福都是因为耶稣 不是因为你跟我有多好 还有第二个原因 我们基督徒 很多基督徒没有活在祝福里面 是因为我们没有跟着圣灵 神把圣灵赐给我们了 但是我们做每一样决定的时候 没有去询问圣灵 我们总是要自己做决定 总是认为说自己比较聪明 甚至我们会觉得说 哎呀 做生意 圣灵你不懂啊 我比较有经验 哎呀 读书 圣灵你不懂啊 你只会懂圣经的东西 其他我自己来 我们就是这种骄傲的想法 你知道吗 但是圣经讲得很清楚 圣灵是在我们里面 每一天要教导我们的 祂是我们的老师 祂是我们的保护师 祂是教导我们的圣灵啊 所以你做每一样决定 都先安静下来 不要在冲突之下 做任何的决定 你看任何的谈判 那些能够沉得住气的人呢 远远都是最后的胜利者 冲动只会让我们做错决定罢了 所以不要在任何冲动之下 做决定 你的孩子顽皮 做错的时候 不要第一个时间 就拿起藤条来 错 第一个时间是 祷告圣灵 我应该怎么样处理 然后圣灵会很快告诉你 当然你不用关在房间里面 祷告几个小时啦 你只要在内心里面问圣灵说 我应该怎么做 让圣灵教导你 而且圣灵好到一个地步 有时候你就算没有问他 他也会告诉你 只要你用一听呢 就可以避免犯下很大的错误 圣灵会及时提醒你的 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孩子 不懂做了什么事 然后我那时候很生气 拿起藤条 想要狠狠地中他的那一刻 我拿起藤条 应该是衣架了 我家里没有藤条 衣架 我才拿起衣架 走了两步 突然间圣灵就告诉我说 放下衣架去抱他 我就照着做 你看到了吗 那时候我是因为 怒气而想打他 我不是说不可以打孩子 圣经讲 可以用藤条打孩子 没有错 但千万不要在怒气当中 真的是为了管教他而打 千万不要在怒气之中打孩子 记住 我记得有一次 我在一个课堂上就这样讲 然后台下就有妈妈说 我不生气了 怎么还会想打他呢 我就跟他讲 那你已经说出 你为什么要打他了 你打他因为你生气 你想要发现 千万不要在怒气中打孩子 我要讲孩子可以用藤条打 但不要在怒气中 所以当你在怒气中的时候 你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 要好好地祷告 让圣灵帮助你 做正确的决定 跟正确的回应 当然如果孩子有危险 或者前面有危险的时候 你就要赶快阻止 那个时候不用再祷告了 那个是神也给我们一个尝试嘛 如果你孩子拿起刀来玩的话 你不可能还在那边祷告说 圣灵我要怎么做 用你的尝试 神又给你尝试 你知道吗 你的孩子 几岁的孩子 两三岁的孩子 拿起刀来 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冲过去把刀拿回来啦 懂吗 这是尝试 神又给我们尝试 所以我要讲 讲的就是 你要应用 因为连尝试也是神给你的 像这种危险的情况 你就要赶快做一个正确的决定 神又给你尝试 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之下 特别是你在怒气当中 或者要做一些重大决定的时候 不要赶着做决定 好好地祷告 让圣灵来引导你 让圣灵来教导你 也不差那几分钟 好好地祷告 比如说你跟你妻子 或者跟你丈夫吵架 也不差那几分钟嘛 先祷告先 好好祷告 冷静下来 问圣灵应该怎么做 所以学习这个功课 做每一样决定 都问圣灵说 我应该怎么做 都问圣灵说 我要做怎么样的决定 而圣灵一定会告诉你的 圣灵一定会教导你的 因为他就在你里面 当然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 有些基督徒我不明白为什么 他们就是很难相信说 在这个世上神会祝福他们 那些认为说 神会在世上祝福他们的人 都是在讲成功神学 各位弟兄姐妹 我讲过很多次 我们教会从来不讲成功神学 我在告诉你 成功神学 跟耶稣基督復议有什么不同 成功神学是告诉你说 只要你信心够大 上帝就会祝福你 只要你信心够大 你要去想 想说神要给你一辆跑车 你要具体看到那个跑车的样子 你要相信 你要相信 你信心够大 神就一定给你 这才就是成功神学 你知道吗 成功神学告诉你说 基督徒是不会遇到任何苦难 也不会遇到任何困难的 一切都是顺利的 只要你信心够大 这是成功神学 但我们讲的是 耶稣基督的福音 耶稣基督福音是怎么样呢 因为耶稣基督在世加上 代替我们成为平权 使我们可以成为富足 因为耶稣基督在世加上 代替了我们的咒诅 承担了我们一切的咒诅 使我们能够活在祝福里面 因为耶稣基督成就了一切 我们才能够活在祝福里面 从头到尾 我们要告诉你 你只要信心够大 神就祝福你 我只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耶稣基督 你才能够活在这个祝福里面 你所要做的就是相信耶稣基督 重点不在于你的信心多大 重点在于耶稣基督 因为耶稣基督 您就活在这个祝福里面 而圣经讲得很清楚 这个祝福除了将来有远远的生命 在今生 在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 你都要经历上帝的供应 上帝的祝福 上帝的帮助 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还记得耶稣说吗 当你用意为他撇去一切的时候 不但今生得着百倍 来生也要得着有生 耶稣也有讲今生得着百倍 这是耶稣讲的 所以我说很不明白 为什么有一些基督徒 很抗拒在这个世上 也会经历神的祝福 他们甚至抗拒到一个地步 只要有人在讲道中讲 在这个世上 你也会经历神的祝福 就立刻定罪说 这些人都在讲成功神学 其实我很想挑战这群基督徒 如果你真的 真的都不相信 在这个世上 神会给你祝福的话 好不好 从现在开始 你就过那种很贫苦的 修道士的生活 以你的生活来证明 你所讲的是对的 不要一边口头拒绝 反对说神在这个世上 会给我们祝福 却每天在生活当中 还去享受神给你 在这个世上的祝福 在这个世上 神也给我们祝福的 这个祝福不止 只局限在将来的永神在天堂 在这个世上 你也要经历这个祝福的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不要再抗拒了 这就是圣经的教导 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 你就可以脱离咒诅 进入远远的祝福里面 这个远远的祝福 不只是来生的祝福 接下来离开这个世上 进入天堂 远远的祝福 你在这个世上 也要经历 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也要经历上帝的帮助 上帝的供应 上帝的带领 上帝的祝福 在你的每一天生活当中 纵然我们会遇到困难 遇到挑战的时候 因为有上帝跟你在一起 你要经历怎么样 得胜又得胜 看到了吗 我没有说我们基督徒 不会经历困难 不会经历挑战 不会经历苦难 我说的是 当我们经历的时候 有神跟我们在一起 有圣灵跟我们在一起 有耶稣的恩典跟我们在一起 我们能够得胜又得胜 花过眼前的困难 进入神所赐福的丰盛里面 这一切都在耶稣基督里 还等什么呢 你需要的是耶稣基督 当你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 你要经历这个祝福 而因为这些祝福 你的人生就会更加有这个能力 去活出一个新的生命 活出一个见证耶稣基督的生命 活出一个圣洁 荣耀神的生命 你需要神给你力量 你需要神给你祝福 你才能够活出那美好 见证公义圣洁的生命 我们不能够靠自己 我们只能够靠耶稣 各位弟兄姐妹 还等什么呢 只有耶稣基督能够帮助你 现在就要做一个决定 你要不要相信耶稣基督 这我刚才说的 没有所谓的不做决定 因为你不做决定的话 就表示说你要继续在咒诅之下 所以只有一个选择 决定相不相信耶稣基督 当你决定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 你就脱离咒诅 进入祝福里面 但是如果你说 我不要做决定 你不做决定 就是再做决定了 当你不做决定的时候 就是等于说 你用于继续活在咒诅之下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只有耶稣能够帮助你 耶稣基督为你钉在十字架上 淡淡了你一切的罪 淡淡了一切的咒诅 淡淡上帝一切的惩罚 淡淡上帝一切的愤怒 淡淡你的贫权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因着耶稣基督 你可以脱离贫权 因着耶稣基督 你可以进入丰盛里面 因着耶稣基督 你不在上帝的愤怒之下 因着耶稣基督 你不在咒诅里面 因着耶稣基督 你不在罪之下了 你是公义的了 你是蒙祝福的了 因着耶稣基督 还等什么呢 快来跟我一起祷告 闭上眼睛 跟着我一句一句地祷告 来相信耶稣基督 亲爱的主耶稣 谢谢你 如此地爱我 为我钉在十字架上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现在我来到你的面前 我要来相信你 借送你 做我的救主 和生命的主 一生跟随你 一生顺服你 阿们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谢谢天父上帝 我们非常地感谢你 赐下耶稣基督 拯救我们 因着耶稣基督 我们脱离了咒诅 进入了你的祝福里面 永远的祝福里面 因着耶稣基督 我们不在你的愤怒之下 而是在你的喜悦里面 因着耶稣基督 我们不在咒诅之下 而是在祝福里面 因着耶稣基督 我们进入你的丰盛里面 天父上帝 这是何等蒙福的 我们永远活在 你的恩宠里面 不但如此 你也赐下圣灵 每一天引导我们 你的圣灵来提醒我们 教导我们 引导我们 每一天做正确的决定 当我们要做决定的时候 你的圣灵总是提醒我们 来提醒我们 我们需要你的圣灵 提醒我们 来做正确的决定 在每一天生活当中 我们都需要你的圣灵 来引导我们 使得天父上帝 谢谢你 何等地爱我们 我们真的是 何等有福啊 奉耶稣基督名 祷告 阿们 我们一同来领受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和圣灵的大能 参与我们每个人同在 愿圣父圣子圣灵 三位一体的主 每一天看顾你和你的家人 不论你们在什么地方 上帝大能的手都与你们同在 你们出你们路 上帝的平安都追随着你们 复辟着你们 保护你们不遭遇任何的患难 不遭遇任何的艰辛 不遭遇任何致命的疾病 不遭遇任何的瘟疫 上帝亲自与你们同在 赐福你们 奉圣父圣主圣灵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